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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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不识字 但听过读书人的清廉正气 绝不会因贫穷而丢掉气节 母亲 孩儿 我每日织布 就是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读书人 他日高中 为您造福 可没想到这圣贤书 你都白读了 母亲 孩儿知错了 孩儿一定不会辜负母亲的养育之恩 永儿 只要看到你读书 娘就不觉得累了 实在抱歉 再帮家里收拾 出来晚了 没关系 我们走吧 听说今天先生要讲大学 你怎么了 你看 这是一个金串 也不知道是谁丢的 亮儿 怎么还没去学堂啊 金串 你怎么会拿着一个金串呢 是我在这里识到的 快拿给我看看 徐伯父 此时丢金串的人肯定正在找呢 爹 您能不能帮我们呀 说得容易 天知道这是谁钓的 不对呀 这金串兴许就是老天爷送给我的 徐伯父 别人的财物我们是不能拿的呀 彭次勇 你怎么就不想想 有了这金串 我可以怀上赌债 还有你娘 也不用那么辛苦啊 这金串确实可以帮我们 但也许金串的主人 也急需钱财就奈 您还是帮我们找施主吧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难道你就不心疼你娘吗 如果可以 我自然不想让母亲如此辛苦 但母亲也说过 做人千万不能贪图财物 爹 先生 先生也说过 食衣不娶 乃君子之道啊 就不该花钱让你去那个学堂 敬请那些没用的话 这金串 竟然是吊在了我家附近 没人来认便是我的 快给我 这金串一定要还给施主 小小年纪这么顽固 你 爹 孩儿会帮您还债的 你就帮帮我们吧 老雪 你们大早上是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小孩子不懂事 请问有没有人看到 在找着金串的施主啊 庞瑟勇 你 请问您 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金串啊 好大的一只金串 能捡到这么大的金串 真是好福气啊 成色都是看着不错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金串的主人啊 我的 是我的金串 没错 就是我的金串 你说是你啊 有什么凭证吗 话可不能乱说 这年头 谁都想占个便宜 我没有骗你们 这金串真是我丢的 我都找了一个早上了 您能想起是怎么丢了金串的吗 我昨晚改夜路 经过这里 等到天亮之后 就发现金串不见了 这可没法让我们相信 我昨天也经过这里 这金串 兴趣还是我的呢 请问您是自己改路 还是有人陪吧 只有我自己 那有别人看到您经过此处吗 这谎 你自己都不信了 我没骗大家 这金串 真是我丢的呀 要不 问问他 这金串 是怎么来的吧 请问 这金串 您是怎么得到的呀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一个百姓 不可能拥有这么昂贵的金串吧 无理之处 还请您原谅 这金串 是婶婶的遗物 我自幼 没了父母 是婶婶一手 将我养育成人 如今婶婶去世了 金串 就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物件了 你觉得 她说的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位 这位叔叔为了婶婶的去世 如此悲伤 应该不会骗我们的 我也觉得 她不像装的 你们小小年纪懂什么 这种外乡人的话 就不能信 这种事情 光我听过的可就不止一件了 前些阵子 邻村也有人住店的时候 谎称丢了金子 都闹到衙门里去了 诸位 行行好吧 这金串 真是婶婶留给我的呀 你说了半天 到底能不能拿出证据来 大家请听我说一句 孩子 这金串是你捡到的 就是在这里捡到的 这金串也找不到施主啊 这是我的金串啊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呀 我都说了 诸位诸位 这样吧 大伙给我做个证 五百文铜钱 我买下这个金串 才五百文 算是捡了个大便宜了 算了 你要也有这么多铜钱 这铜钱不就归你了吗 小孩 你把金串卖给我 半贯的铜钱 我当场给你 这不是我的金串 我不能卖 小孩 这金串 你拿了也不知道怎么花 又来路不明 为此吃了官司 可不值当了 五百文钱 那可是拿了就能买粮食的 我出八百文 一千文 一千文铜钱 我只剩下这点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我是不会要您的银子的 我知道这点不够 剩下的我会做来还你 这金串还给您 你相信我 我相信这确实是您丢的金串 谢谢 彭斯勇 你快把金串拿回来 这可是一贯铜钱啊 金串是这位叔叔的 我自然要还给他 你怎么知道他没说谎 就不差这点铜钱 您充一贯铜钱 是在估算金串的价值 而这位叔叔 却是用他所有的财产来换金串 足以证明他看重着金串的情意 算了算了 就当一笔买卖没做成吧 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呢 金串您收好 我还得去学堂呢 我们走吧 小小年纪便能识金不昧 这孩子的父母也肯定了得呀 是啊 是啊 请问有人吗 叔叔 您怎么来了 这个还请你务必收下 永儿是谁呀 母君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丢金串的叔叔 快请进屋吧 要不是您的孩子 我也找不回婶婶的遗物 这点东西还请您收下 您的东西我们不能收 叔叔 若我喜欢金钱 当初把金串拿走就好了 又为何要还给您呢 有道理 有道理 您会织布 卖些布匹 挣点口粮 我是隔壁镇上布庄的伙计 我家老板正愁没地进货 您这步又好开又耐用 肯定好卖 那您家老板需要多少 我家老板不做散货 最好能有三匹 家里可没有这么多 没关系的 我和老板说说 先给定金 您的孩子都知道石金不昧 相信您肯定也是守信之人 随着彭思勇清廉美名传扬 家里的布匹也被更多人熟知购买 家境略有好转 但彭母持家操劳 越发衰弱 我手上就这么多了 不够不够 这一去一回可是比大数目啊 光是住店就支付不起 听说有的考生会投诉在寺庙 不妨效仿此举 要想投诉寺庙 恐怕这会儿就得出发 不可 我还要照顾母亲 听说许亮家里拿不出钱 老父亲身体也不好 怕是也去不了了 机长 你家中就没有多余的银两了 家母多年来操劳成疾 还伤了眼睛 我怎么能再伸手要钱呢 那也只有想办法挣钱了 来 来 喝点水吧 伯母 我来端 你们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母亲 我们在说复考的事情 好 好啊 你们若能高中 也算是了了我们当爹妈的心愿了 来了 来了 一串铜钱就买了这么点纸 这还是我好说歹说才买到的 好了 有了这些纸 咱们就能卖字凑盘着了 来 要喝几事 哎 怎么要啊 我看咱们还是就站着等人来买吧 卖字 是的 您要买一幅吗 嗯 都有谁的 我们仨的 您看您买哪幅都可以 你们仨的 你们仨是谁啊 有没有什么书法大价的作品呢 我们是要复考的秀才 在此卖字凑盘缠 那等你们中了举 我再来买吧 您可以先买一幅啊 你当我不知道啊 这举人就是这么好考的吗 嗯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碍 咱们再等等吧 卖字 卖字 卖字喽 啊 不好 下雨了 啊 不好 下雨了 快 快收拾 消货的纸 完了 完了 都被淋湿了 这还怎么写字啊 看来这屋顶必须要修了 都凑不齐银两了 你怎么还在想屋顶的事啊 我现在只想着母亲 不要因家中漏雨而着凉 不如明天我们去一趟临阵吧 去那儿就能有人买字了 听说那里新开了个独当 不可 咱们都是读书人 怎能去做那种事情 我 我这也是实在想不出办法了呀 明天咱们再去等一天 我就不信卖不出去 纸都没有 你拿什么写字 我 为了帮我 你们也都够辛苦的 还是先回家休息吧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哎 彭私有 枉你一见书生 连家都照顾不好 还有何颜面去考科举啊 胡说 母亲 小心地上有水 为何不去考试 孩儿无能 凑不齐盘缠 更担忧母亲无人照顾 这五支玉串你拿去 孩儿不能要母亲的钱 你知这玉串是怎么来的吗 孩儿不知 十几年来我卖布宰下的 还有那织布机我也卖给了他人 那台织布机可跟了您十年呢 我也没法织布了 留着他做什么呢 永儿 你是个读书人 如果不去考取宫名 又要做什么呢 母亲 孩儿 还记得你小时候 也因为穷不想读书了 我就告诉你 不要因为贫穷 就丢掉自己的气节 难道你忘了吗 母亲对孩儿的养育和教诲 孩儿不会忘记 那就拿着一串去考试 孩儿一定不辜负母亲的期望 好了好了 起来吧 还有 我这里有些平常用的铜钱 你拿去给许亮 一起读书的也要一起去考试 孩儿明白了 许亮 这点铜钱你拿着吧 这可不行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啊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你就别和我客气了 几日后 你我一同去复考 我 我还是不去考试了 亮儿会去考试的 爹 您怎么出来了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 没事 没事 亮儿 咱家虽然穷 但这志气不能穷 爹当年不懂事 耽误了你 这考试的钱 爹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给你攒出这盘缠来 爹 孩儿不想拖累你 什么话 当年这彭家的小子 紧那么大的一只金串都不要 爹就想 这古人留下的书就是好啊 能让咱们当好人 如今 你也读了那么多年书 哪有不去考试的道理 彭家小子 你做事吧 国父说得在理 许亮 只有考取功名 才不会辜负 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呢 我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不瞒你说 昨日我家陆宇 我叫了李征和赵从文一起 来帮我修起乌颜 不如你也同来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肯定去 爹身子好着呢 你尽管去 可别偷懒 爹 你放心吧 机场 拿好 还真沉呢 怎么了 徐亮在屋里呢 咱们快去看看 哎呀 哎呀 徐亮 你没事吧 机场 对不起 我本来是想帮着收拾屋子的 没事的 你快坐下休息 机场 这些难道是你复考的行李 是的 你说你有盘缠了 就这几个玉串 你快看看 有没有少 咱们再找找看 有没有落下的 你们都别找了 玉串没有少 你再好好看看 就这么几个 一看就知道了 没少东西就好 坏了 嗯 徐亮 怎么了 没 没事 机场 就四只玉串 怕是不够吧 放心 我多摘点野菜和番薯 当干粮 这些足够了 哎 咱们这次复考 都不宽裕 一路上 更得多加照顾了 机场 我 我 徐亮 你也是担心盘缠不够吧 放心 到时候 咱们把盘缠 放到一块来用 嗯 既然东西没少 屋顶也修好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啊 啊 啊 哎 这不是季肠的玉串吗 是 季肠 我可没拿你的玉串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掉进袖子里的 你放心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徐亮 你当时怎么不说呀 我 我怕说不清楚 本想等你们走了 我再回来还玉串的 机场 你又为什么要说玉串没少啊 我担心说出来 你们难免误会徐亮 害他民生受损 那要是玉串没掉出来 你不就白白少了一只吗 玉串只是身外之物 徐亮的名声可不能受损了 季肠 谢谢你 谢谢你 季肠 你能如此大动 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你啊 哎 快别这样 大家来帮我修起房屋 我还要好好感谢你们呢 哎 咱们虽然盘缠不住 但彼此间的信任可不少啊 啊 母亲在家 可要多多保重啊 放心 我没事 你快走吧 别让大家等着 母亲放心 孩儿定当坚守青年正气 踏日高中 为民造福 彭斯勇 自幼时今不昧 难能可贵 随家境贫困 能做到失误不索 避免同窗遭人误会 更能体现他宅心人后 颇具牙亮的人爱精神 之后高中进士 官智护部侍郎 可见忠厚 自有福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主三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各位信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 让我有这个机会 透过电视台的网路平台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隆云寺 在107年接任了隆云寺之后 那因为隆云寺 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是在过去弦顿老和尚 那弦顿老和尚 在他的年代是跟白圣长老一起 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 那隆云寺老和尚 本来在民国56年 就有心要重建隆云寺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 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 在接任隆云寺之后 也真的看到隆云寺 我们的身重 年纪都很大 那在这个空间条件 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 就配合政府的围老都根 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 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们已经取得了围老都根的重建计划 也取得了建造 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 物价波动 那经费非常的庞大 那在此透过 从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 来扶持隆云寺 来赞助隆云寺的重建 隆云寺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隆云寺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 我们隆云寺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 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 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珠山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 来帮忙我们隆云寺 让隆云寺的重建 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声众 让我们的信众 都能够在隆云寺 好好地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 再次地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珠山长老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给我们 这个在经费上 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阿伯也很大 因为中间 隆云寺已经拆除了 他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欠缺 希望各位信众 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拆解你 完成隆云寺的重建 在这里再次感谢 各位法师 各位联力的佛祺 感谢各位 祝大家 花里穿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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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型诈骗-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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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点-卖点-卖点- 卖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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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 卖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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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